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燥 你们老是知道吗 儿童新闻播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是小虎 最近一个美国八十岁的老奶奶 站在三十米长的乘杆上 在高空表演耍杂技 哦 她不怕摔下来吗 她说我想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上年纪不代表老 要动起来 不要一直站着 要有梦想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既然那么干 奶奶可以收衣服们 就晕了 这道衣服呢 每年生日 一个小朋友都会穿 他妈妈的婚纱 拍一张照片 而她的哥哥也从一二的时候开始 每年生日也穿她爸爸的牛仔裤 拍照 他们那么小 怎么能穿啊 会长大的哦 一年一年就长大了 以前穿不下 现在就穿下了 妈妈也有啊 对 妈妈没有婚纱 我说什么来着 一定要买婚纱 婚纱那么大 我们家放不下 那你的玩具就放得下 这里是儿童西玩播 哦哦哦 笑啊你 你知道吗 前天晚上 在广东 一个16岁的哥哥 在家太无聊了 就用纸皮 做了一个恐怖面具 还上街吓人 后来被警察抓了 她以为自己是牛魔王呀 我觉得 最主要还是她作业太少了 儿童新闻播就到这里 我是小雅 明天见 我是小五不断 安童新闻联播 由宝宝加油 安童电台 独家制作不出 哦对了 他们东东正在乔包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